你们家的餐桌上还缺哪些营养呢? 想帮家人补充体力却不知道怎么做吗? 当一日三餐中的油炸类、分汤类、淀粉类过多 都容易排挤到许多应该摄取的营养 家中高龄长辈如有牙口不好、消化力较弱等 也需要调整营养补充方式 家中大人与小孩的外食机会多 日常也需有充足体力与活力 跟长辈的营养需求又不同了 到底如何帮助全家人增强体力油感 兼顾补充多元又均衡的营养呢? 早安健康邀请到柏田国际医院何俊伟医师来跟大家分享 常常觉得自己或家人年纪轻轻却体力差 而上了年纪的家人体力也在下滑 人是铁、饭是钢 若要扮演好人生的钢铁人 就要训练好肌肉的铁 与补充好营养的钢 想要增强体力与活力 建议可以注意以下两点 一、日常做习要调整 并增加运动的时间 睡眠不足是很多成年人与孩童体力差的原因之一 每天尽量提早一点睡觉 增加睡眠时间 睡前也避免长时间使用3C的产品 当然体力差的人 我更建议要维持运动习惯 避免长时间上班或上学时的久坐 多活动才能让身体保持更好的活力 二、营养素的摄取要多元 家中大人与小孩的外食机会多 有时容易忽略日常饮食所需的所有营养素 适时补充维生素B群 可以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能量代谢 与肌肉质量最直接相关的营养素是蛋白质 多补充优质蛋白质 可以有助于身体组织的维持 是肌肉生长的原料可增强体力 如果家中有成长发育时期的小孩 此阶段补充优质的蛋白质与钙质都很重要 日常从一般食物中都能摄取到蛋白质 但是老年人却常吃不够 有时候是因为老年人吃得少或食欲差或牙口不好 无法咀嚼肉类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可以透过调整烹调的方式 让食物软爛一点 或选择优质蛋白质的营养补充品 多元营养很重要 但是家人就是这个不吃 那个不吃该怎么办 吃该吃对的营养素 一、高龄长辈的饮食问题 高龄其身体机能效滑 维持体力与肌力就是最大的课题 维生素V1多在全骨类食物 如糙米、燕麦、玉米及瘦肉中 维生素V2像是牛奶、奶蛋制品、肝脏、蛤蜊和深绿色蔬菜 可以帮助维持正常的代谢 每餐都要摄取优质蛋白质 可以从鱼类、肉类补充 若有咀嚼吞咽的问题 可以选择泥状或油粪较多的食材 但是要完整摄取到这么多元的食物 对老人家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日常也可以增加营养补充品 作为早餐的饮品或取代点心食用 2、多样化的饮食 吃原型食物改变偏食的习惯 一般成年人跟小孩 也容易因为偏食 像是摄取过多的外食与油炸的素食 过多的零食、不爱运动等等 这些都有可能造成营养的不均衡 我们建议成年人与青少年 维持日常的精神、体力与活力 就要更多元与均衡的补充营养 日常原型食物中就包含了 许多重要关键的营养素 原型食物的定义就是 少加工、不含额外添加物的食物 我们通常一眼就能看出这些食物的原型 也可以参考国建署的每日饮食指南 它有涵盖六大类的食物 颧骨杂粮类、豆鱼蛋肉类、乳品类、蔬菜类、水果类 油脂与坚果种子类 并针对六大类的食物分别提出建议的分量 积极改善饮食习惯是健康主要途径 如果因为工作忙碌等因素有所干扰 则可以考虑加入营养补充品来辅助 像是含维生素V群 优质蛋白质 维生素D与钙 帮助日常新陈代谢与生长发育 再来是维生素C、E 可以帮助抗氧化 五天连续食用油杆 增强体力 多元营养再升级 全家营养超有力 可作为早餐饮品或取代点心食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育订阅 小沙子 转发育讯 转发育订阅 转发育订阅